我們今天談的致命原因藏身處 這些行為真的是五方 平常熬夜好累 假日補眠 恐爭致死 風險 其實在國外已經有統計過了 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睡覺睡太少 大家都知道對身體不好 但是你知道嗎 睡覺睡太常 對身體其實也不好 國外就有做一個研究 如果你每天睡 或者是你每天睡 超過十個小時 其實都會增加你的死亡率 他們是這樣做的 他們就把得到癌症的病人 去統計他們的睡眠習慣 結果發現你知道嗎 就是剛才講的 睡太少或睡太多的人 死亡率通通比較高 而且更可怕的是 反而比睡太少的人還要更嚴重 特別是乳癌的病患 乳癌的病患 如果你得到乳癌之後 你每天睡超過十個小時 他們發現 復發率居然會增加 這非常奇怪 對 所以他們就覺得 其實原因我們不知道 就是一個觀察 就是覺得很奇怪 睡太久會死掉 但是睡太少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都說 睡太少可能血壓會高 或怎麼樣 但是你知道嗎 睡太少 現在你會得糖尿病 很奇怪 之前就有個病患 他才42歲的一個男性 他一找我的時候 他跟我說 醫師可不可以幫我詳細檢查一下 我說怎麼了 他說他最近這一兩個月 體重掉了6公斤到7公斤 那當然很可怕 對我來講 癌症會掉 那個甲瘍性的功能抗精也會掉 所以但是兩個差別在哪裡 就是癌症的病患 通常食慾很差 然後那個體重一直下降 可是甲瘍化食慾就會很好 所以下一步我就問他說 那你吃的多不多 他說吃很多 我就想說 那應該是甲瘍性的功能抗精 又還滿稀稀的 又沒有很粗 我們也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問題 不過再問他說 那你有沒有其他 有沒有什麼小便便多 他還想一下 對…最近小便也很多 對我來講這個就是三多 吃多 喝多 尿多 我就覺得是糖尿病 我就幫他驗一下 但是實在不像 因為我下去問他說 你家裡有沒有人糖尿病 因為他說至少40幾歲 如果得糖尿病 大部分都是胖的 不然就遺傳了 他沒有 體型又很標準 所以會覺得很怪 可是我一測 下禮拜回來一看 血糖180幾 他就是一個標準的糖尿病 可是就覺得很奇怪 他完全沒有任何的危險因子 後來再問他 大概只有一個危險因子 這人就根深不喜歡睡覺 他每天只要睡深了 我只要去勾 他就覺得很有精神 說不曉得是不是這個原因 不知道 另外一個女性 他也很可憐 他32歲的時候 很年輕嘛 你知道我的時候是得到乳癌第一期 你知道嗎 這麼年輕的那個病人 得到乳癌的時候 通常都會很有鬥志 你知道嗎 他就想說 我一定要很努力的 把我的病看好 後面的人生還這麼長 所以看完他之後 他也很勇敢 就把化療通都打完了 他唯一讓我不滿意的就是 因為我知道他之前是上大夜班工作 一直上大夜班 我就跟他講說 你現在得病了 應該開始要 有時候生病 如果如果你可以 因為這樣子改變自己生活習慣 搞不好 對生病一個轉捩點 對你來講沒有什麼不好 可是他就說他沒辦法 因為工作的關係 他不做這個 他沒有錢 沒辦法工作 他沒辦法生活 所以還是得要去上班 所以他每次只要回診 我就一直跟他講 可不可以 就是工作稍微 換工作 就這樣搞了兩年 本來我也都忘記這件事 想說沒事 都已經過兩年了 就在兩年之後 第一次回診 本來是半年半年 要回診一次 他突然間兩個月就跑來找我 你說怎麼了 原來開到那個地方 又長一顆出來 而且一檢查 除了這顆之外 所以他肺部也好 所以他想說 才一年 這個乳完一期的人 才兩年多一點點就復發了 而且還轉移不出來 想來想去也只有跟他的 是不是跟他的 昼夜顛倒有關係 很多人都覺得說 如果我平常睡不飽 我假日來狂睡好不好 可不可以補一些 反正我只要處一個平均值 剛剛好七八個小時就好了 對 國外也有研究 他說如果你假日補眠 沒有用 對你的那些生理狀況 並沒有改善 所以就是 假日補眠沒有用 那晚睡可是有睡滿七八個小時 其實是可以的 我們看起來是可以的 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有熟睡 四到五個睡眠的週期 其實大概就OK了 一個睡眠的週期 我們大概是煮到九十分鐘 1.5個小時 所以基本上我們認為 最好的就是睡六個小時 到七點五個小時 只要你確定你有熟睡 我們看起來是OK的 最精采的就是 早上六七點就要起來 你知道這個是正規 晚上九點 這是最好的時段 對 那你說我半夜三點睡 十二點起來 也許是睡飽 可是你很多在中醫學裡面 那是補不齊的 我都跟我的身體說 我是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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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也會這樣 我是已經晚上了 睡覺了 那你的身體日出而做 日入而洗 這個真的是不要去抵觸他 像我這一兩年在新竹工作 我才發現說 有一個族群的人 就是輪班的工作 這種類型的族群 時間一定的久了之後 很容易就有 像我一個患者 才三十多歲的女生 她有一陣子 她是包夜班 她都夜班工作 要做四休二 她只要說她下午起床 要去上班前 就開始 就不舒服 那到工廠的時候 有去找護士 工廠護士幫她做個血壓 練成說 血壓有點偏高 就提醒她要注意 她好一陣子說又好了 那可是她過幾天 又突然這樣 又血壓又高 就建議她說 那你去醫院做檢查 那她來就診的時候 就是假日 她家來就診 血壓又還好 血壓不高 我就說 那我們還在抽取檢查一下好了 結果發現抽取檢查起來 她就是有 也沒有家族式 生活習慣也都還好 我就說 這個可能就是說 我們糖尿病患者 大概有一半以上 血壓會偏高 還有可能就是因為 糖尿病的問題 所以導致說 血壓也不穩定 那我們去研究一下 發現說其實 一個月只要你有三個晚上 可能你是必須要在 就像輪夜班 有時候像急診醫師也是一樣 或醫師在開道也是一樣 一個月只要有三天 晚上你是必須要工作的話 那甚至研究到說 如果說你一個月 是三到八個晚上 這必須要工作的 這一轉時間之後 你糖尿病的風險 會增加大概20% 可能三天就 那很容易啊 因為一週末就是要熬夜啊 就一個時間的累積 那個熬夜 我們那個輪班工作 是晚上在工作 它是根本就不只熬夜 它是晚上必須要跟 坐席是顛倒的 對 所以人的那個 還是有一個 你破案那個規律 你的胰島素的阻礦性增加 你的代謝問題就會出現 所以你晚上還是要工作 你就要注意健康 對 台灣大概除了拍八點檔 比較風險高 其他還好啊 哪有 我之前每次要去 出外景的時候 我都保超高的保險 我是說真的 不只八點檔 我覺得拍戲都是這樣 像我之前也是 他們就是 都會把時間都排好 然後我剛好就生重病 然後想說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調班一下 剛才他們就說 沒辦法 場地已經租了 你也會覺得很不好意思 那有拍夜戲嗎 一般很不太好 有 他們都是這樣拍 一整天的 然後拍到晚上 然後你真的沒辦法休息 有客串一個八點檔 我才客串四天 我身上就長了 這四天 我想說我又不是 我只是去客串 怎麼會 就是身體就這樣壞掉了 然後我那一陣子就是 什麼牙齦也腫或什麼 身體就大出狀況 就抵抗力變很差 對 前面姐姐不看到潘映竹 拍到臉都腫起來了嗎 他也不會拍一段時間而已 因為長期這樣拍還得了 真的很可怕 像有個病人 他之前都會規律到 我的門診 拿血壓藥物這樣子 可是有時候在值班遇到他 身體可能是在 來說急診住院這樣子 可是他這種早發型的 身體可能是在 因為他大概只有四五十歲 通常都跟我們的 沒有抽菸喝酒的一切的關係 可是這個病人 他完全沒有抽菸喝酒的習慣這樣子 我們就問他說 那你最近的生活型態是怎麼樣 因為他轉換工作 換到一個需要輪班去的 而且他這種輪班是比較可怕 一個禮拜 可能有大夜班 有小夜班 又有白班 就這種花花班 一個禮拜以內 換來換去換來換去 變成他整個生活時差 完全的亂掉這樣子 所以變成他想要睡覺的時候 半夜一兩點 他也睡不著 躺在去看電視 或出去跑步等等這樣子 所以說像我們這種國外的研究發現 這種長時間的熬夜 或睡眠不足 他的 會比正常有睡眠時間的人 多出百分之五十 而且多的腎上限住 會刺激我們的 教育神經過度興奮的話 輕則就是導致 像高血壓 糖尿病 或是心肌不足 嚴重的話 它讓我們的血管突然收縮 導致血管斑快破掉 引起一個嚴重的心肌梗塞 像我們現在醫院值班的時候 很常半夜兩三點 遇到那種突然心肌梗塞 來住院的這樣子 運氣好的話就是突然 我們爸做心肌管就治療好 可是運氣不好的話 他可能就七天後 才可以回家這樣子 有一天有一個三十歲的男生 他是一一九送來 就是家屬早上叫他起來 而且就覺得 我們沒去上班叫起來的時候 就發現他整個硬在床上 那來到急診的時候 我們就是 我們一看他就知道 應該是 背後其實都有吃斑 而且他非常非常的臭 所以他應該已經死亡了 我們死亡的時候 我們的人體會自動把大便 小便都拖出來 所以他褲子裡面都是大小便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覺得 應該是沒有辦法了 因為看起來已經死亡很久了 那就跟家屬講 可是家屬就跪在外面 因為他才三十歲 所以我們在急診裡面 救了大概超過 一直到家屬願意停下來 然後就我們才停下來 那後來才知道說 其實這個年輕人 就是剛剛姜醫師講的 他本來原來是個宅男 然後後來找到 一個小資男的工作 那他每天都喜歡上網 結果他 所以他們下班後 就一起在上網 然後聊遊戲 聊什麼 他可以聊到12點以後才回家 可是回家有時候 還馬上繼續在電腦 因為跟同事約好說 我們再繼續上去 然後再繼續 所以他每天都可以弄到三四點 可是他七八點要上班 那他 他家屬他週末 其實有在補眠 但是就是這樣這樣這樣下來 就哪一天就真的出事了 那其實有做過研究 如果是年輕型的中風心肌梗塞 跟過勞很有關係 所以你譬如說 像這個小資男 他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通常會看到 就是譬如說你 就是怎麼會那麼年輕就過世 大部分他前面有一個過勞在裡面 對啊 我之前也碰過一個類似的案例 他是一個男性 五十幾歲的男性 他來的時候就是心肌梗塞 後來我幫他救回來之後 我問他說 那有沒有些三高抽菸的問題 其實他都沒有 那但是問他的作息 他作息非常不正常 因為他 他跟他太太有開一個小小的叫 算是婚紗公司 那一開始小小間 但現在還滿厲害的 就是他到香港也有分店 就是變 那所以飛來飛之後 他們其實壓力也很大 然後睡眠也不好睡 所以幾乎平常也很少在睡覺 我問他們睡眠 大概一天大概三四個小時最多 那個男生後來就壓力太大 引起心肌梗塞 所以後來我問他說 那你跟你太太的作息都是這樣嗎 他說對 我說那你太太有沒有不舒服 他說他太太也常常覺得 胸悶不舒服 所以我說 他不然你太太過來看一下 因為他太太過來之後 血壓一百六十幾 然後有很明顯的心率不正 所以後來他太太也在我這邊治療 變成說治一個 就再送一個這樣 就是後來他太太也來 因為他的狀況比較厲害 因為掛名是他太太 他也是CEO 所以他太太有時候事情更多 所以變成他吃很多心率不整的藥 跟血壓的藥 才能把他狀況壓下來 所以我後來是跟他們講說 其實你們說實話 危險一直沒有那麼多 最大的危險就是壓力太大 大家多睡一點 那盡量壓力少一點點 這樣的話 其實身體會更健康 對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Vous feet